再给你们看一下浣熊吧 今天上午呢 那个animal control的人呢 又来了 把房顶上的洞呢 给封起来 在现在这只浣熊的边上呢 你看到一个笼子吗 这个笼子呢 是单向的 就是说浣熊呢 可以出来 但是呢就回不去了 这个呢就是 就是它的最终目的 那现在呢 有一只出来了 这只呢个头小一些 另外一只体型大的呢 好像在里面出不来了 那这一只呢 就在旁边等着它 那这只趴着的地方呢 里面就是那一只 它刚才不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我能从这个角度呢 看到里面那一只更大型的 它的目的是 让浣熊出来不要再回去了 但是这样的话呢 浣熊呢会找另外的地方 我呢也希望它能离开 就是说不要在 在我的花园附近生活转悠了 你看它的模样 它刚才呢在洗脸 就是说和猫一样 一直在整理 就是两个爪子呢 揉搓它的脸 我现在能听到很大的动静 就是屋顶里的动静 我可以看到 另外一只浣熊在那里 打算出来 但是可能这个洞会不会太小呢 嗯 嗯 一只chickmonk oops 浣熊看到它了 还是看到我了 看 看这个Chickamunker更好玩 欢雄到这个屋檐了 我还是走吧 别在这待着了 我很好奇里面那只大个的浣熊 假如出不来的话 情形会怎么样呢 我估计会再弄一个洞 把屋顶弄破出来 它不可能在里面不动的 好了 希望今天是我最后见到这只浣熊 希望就像他们期待的那样 它出来以后呢 就回不去了 我会把屋顶弄破出来的 我会把屋顶弄破出来